又是恶意B车惹的祸 这是一辆轿车正常行驶在马路上 被一台绿色的轿车恶意的B车 不但没有开方向灯 而且车速非常的快 甚至还一路的往前蛇行超车 切了驾驶向路旁的远警报案 但是警方接获报案之后 询问了车牌跟车型没有马上的追上去 驾驶很不满 不过警方表示追上去恐怕会造成更大的危险 超辆行驶在路中 突然一辆绿色轿车从左边切了过来 没有开方向灯 直接靠近B车随机开走 一路往前开过程中还不断蛇行 行车速度相当快 一旁女驾驶吓得叫了出来 就是这辆车硬是往右边切 恶意B车害得驾驶不得不被逼的往右边退 只能退到机车道 气得向警方报案 有一台绿色三菱的 它刚刚蛇行乱开 这台知道吗 它跑很快 没有注意看到 绿色的吗 对 不过仔细听接获报案后 警方先是询问车牌车型 接着在和驾驶闲聊 但就是不向前追B车车辆 让开车的复兴驾驶相当不满 觉得警方实在是办事不力 当下有追上去的话 其实是可以抓到那一台车的 而且警察到后来是 也没有给我一个报案的说明 也没有给我一个正确的答复 只是当时B车车辆已经快速蛇行开走 远景回应 之所以没有追上去 一切都是怕会有 安全疑虑 车的行为其实很危险 如果在追车当中造成事故发生 那对双方都不好 再看一次当时状况 车从左边开过来 不但B车还一路蛇行超车 害得汽机车插点撞车 只不过不是路边跟警察投诉就行 非现行犯 只能依照正常流程办案 记者王一超 王一云 台中采访报道